此刻我带着姐姐在Woodlands公路上行驶 经过这个十字路口可以看到右侧有两台警车 当我经过这个路口以后有一台警车右转了 那么我就继续执行 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是有一台红色的吉普车 这条路的限速是45英里每小时 那么我还是按照限速在开 我从观后镜里边可以看到远处这台警车已经跟上来了 这时候可以看到它明显的提速了 红色吉普车打右转灯 在这个十字路口吉普车右转了 那警车继续执行 跟我同一条车道 这时候明显的可以看到它的提速啊 就很快就跟在了我的身后 那么还是按照这边45英里每小时的限速在开 但是我已经注意到啊 这个警车在我身后 好来45英里每小时的限速 这时候它打了右转灯 我认为它是不是在走到前面的十字路口要右转 那实际上呢 它提速到我的右后侧 我认为这时候它是在观察我车上的一共有多少人呢 然后做一个评估 另外它的车辆上面应该是会有左转 哦 亮起了紧灯 这时候我基本上确定就是它要扑我了啊 这时候我就打右转灯朝右侧到并线 前方又是一个十字路口 打右转灯并到右转道 警车还是跟着我呢 右边有一个倒三角是要的标志啊 让行的标志 它就需要让主路上的车先走 好 现在我起步右转 完成右转 它就继续跟在我的身后 那这时候我的右侧呢 有一个路口 那我就把车给开进来 警车也是跟着我一块进来 所以我百分之一万的确定 我就是它的目标 在我的左侧是一个商圈的停车场 这边空位比较多 所以我就把车停在更往里的停车位 这样的话 警车也可以停在停车位里边 这也是一种行车礼仪 向警车示好的表现 接下来我将要面对米国警察的盘问 我会如何处理呢 他会掏枪吗 关注我 下期为你详细解答 如何处理此种情况 直播还是以视频的方式 由你说了算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